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发以后想起来还有点害怕 我说OK 各自回家 找爸妈别废话 你帅了我 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一切都变得太快 接受不来 我有一个哭笑眼是我 我明星吧 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那么的迷信刻骨 它到来不再过问 它到来变成一对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的首次很大 ch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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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痛 nah 我说下 mixed题 您 如果 возвращ 过 的 在脑海里就有一句话 你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也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我不会原谅你的 不是说不认识我吗 怎么还记得那首曲 学的 怎么下午告诉你 我喜欢你 傅泽姨 你想让我怎么办 小姐 我们要打烊了 要不我帮你打个电话 叫人来接你 我自己可以 为什么喝醉了 看到的人 都像负责你 讨厌鬼的样子 我让你跑 琅琅 我 love you 你 你 我 我 你 好 好 冯娟走 凭什么一段关系 就只有单面滚烫 你轻易就让我自我捆绑 怎样才能把关你的一页翻篇 还是忍不住观念 当你在深夜里睡得像天 我却依然失眠 承受无尽的梦魇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就会沦陷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如果我再不会期望你的 是你呢 你还是忘不了大事吗 对于你 其实都无关同样 凭什么一段关系 就只有单面滚烫 你轻易就让我自我捆绑 我今天约你出来 也是有话要当面和你说 我有男朋友 我跟你很熟吗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但那段回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你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也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 再也不想看到你 你离我越远越好 我希望今天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你在深夜里睡得像天 因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她 我只忆在深夜 成熟不尽的梦魇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就会沦陷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如果我再不及 我只忆真的好讨厌 你出现 景之下 我是爱者酒店负责人 景之下 在现在人上 你跟我走 你是不是记得我 傅泽医 你怎么在这儿 换好了 不用 这么说 你好 我叫景之下 这个臭脸的叔叔叫傅泽医 嘘 傅泽医 你是我的仇人吗 灵 是你吗 我谢谢你放过爱者 所以今天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 我喜欢过你 但是重逢之后 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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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不要老想着过去 我想着过去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不愿意面对我们的过去 但那段回忆对我来说 非常珍贵 我希望今天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是你吗 我一直以为她在意的人是我 没想到她在意的人 是我身体里面的另外那一个人 灵 无论说 你出来吧 你出来吧 怎么又宿醉了 知夏 怎么是你 是我 我是零 负责义 你还想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零 你 著名鋼琴家塞金鲁道夫 最常演奏的風格是什麼 古典 那被譽為鋼琴旅大祭司 是阿根廷的演奏家阿爾格里希 這個稱號來自一九九四年 是因為他跟柏林哀樂樂團 創作了一張名為普羅米修斯的專輯 其中收錄了被多分的普羅米修 林 真的是你 我身邊錯過多少愛的誓言 沒有什麼心有不甘 只要簡簡單單溫暖平凡 如果你在我身邊 所有的遺憾都隨風飄散 我抓你昨天喝酒了 給你買了點材料 我去給你做新手攤 不用 不不不不 我以為你已經 其實傅澤伊 他不是一個那麼狠心的人 我不能開 但現在女士還很 Car餐真 應該不夠 原始你看我 我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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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我还不太能分清你们两个 就算当时我出现的时候 你不一样分不清嘛 但其实我跟傅泽医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 我喜欢做饭 但傅泽医特别讨厌油烟味 从来不进厨房 又或者我很喜欢猫 但傅泽医根本受不了猫猫 快快快 把他给我拿走 所以说我们两个还是 志宅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是吗 我 不好意思 没事 喂 什么 好好好 我马上来 怎么了 我妈突然说要取消婚礼 我去看一下情况 你等会儿 那我跟你一起去 好 好 我在门口等你啊 你怎么又来了 阴魂不散是吧 你好 好 这不重要 下次再解释 晶晶姐 又怎么了 都怪我 是我把结婚戒指弄丢了 就这点小事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结婚戒指都能没了 干脆别结婚算了 别任性了 昨天都还好好的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觉得不吉利 都多大的人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那个 我们今天如果把戒指找到的话 这个婚礼是不是就能办下去了 你谁啊 她是我 一个 好朋友 我去给你找戒指 这个不行了 等一下 我看了一下走廊 有三个监控 我们去监控室看一下吧 好 不用不用掉监控 肯定不是小偷偷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小偷偷的 因为戒指是被猫叼走的 猫 对啊 酒店有一只 特别怕人的猫 那我去找猫 找猫呢 要等到天海再找 喵 知夏 你真的相信是猫把戒指叼走了吗 我们要不然先掉下监控看看吧 戒指肯定不是猫偷的 但肯定跟猫有关系 跟猫有关 我们先把猫找到吧 可是 现在天这么黑 什么也看不到 哎呀 猫的眼睛是会反光的嘛 我们到晚上更好找 喵 对了 知夏 猫它特别喜欢躲在 防火箱跟汽车底这些地方 所以我先用猫梁把它引出来 我发现 你很懂猫 对啊 我是很喜欢猫 但是我养不了啊 因为负责医它不是怕猫吗 好 喂 找到了 走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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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你啦 找到了 你帮我打一下我再找到你啦 我打一下我再找到你 你帮我打一下我再找到你 哇 它里面好多宝贝啊 真的 哎哎哎哎哎 给你 有吗 嗯 真的找到了 真是找到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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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 戒指走到了 别生气了好吗 戒指确实是被猫调走的 静静姐 果然料事如神了 早就知道了 我 我就觉得奇怪 猫窝里平时都是一些毛茸茸的东西 怎么就突然喜欢硬邦邦的戒指了呢 好了 我承认 这件是我放在毛茸里的 为什么 一鸣 对不起 我后悔 我不想结婚了 是我做出什么了吗 对不起 知夏 对不起 是妈妈不好 妈妈成年想着自己的幸福 捂失了你的感受 要不是昨天晚上 喂 知夏 不要 让我离开我 让我留下我一个人 我想你彻底误会了 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你 你不是说我 我求你赶快去结婚 我也想要得到幸福 我才不想拖着你这个拖友品 明天都要嫁人了 还那么迷 你可别嫌我这个当女儿的啰嗦 简家家训不可忘 到了副家 也要请你干家务 该摔碎的丸 别少摔碎 该喜欢的衣服 不要手下留情 这样以后就没有人让你做家务 我发誓 只要今天嫁过来 她在家冒美如花 所有家务都由我来做 好了 别哭了 你明天还要开开心心地 我当个美丽的新娘 再哭 眼睛就皱了 完了 完了 叶鸣 快快快 快 给我 给我找眼膜啊 谢谢你 灵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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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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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您好 新婚快乐 姐 真漂亮 你见证你的婚礼啊 我真的很幸福 本来你的婚礼啊 应该我给你筹备的 但是呢 我太忙了 酒店什么都需要我管 忙死了都 你那是忙吗 你那装修最新办公室 还提拼你一遍 鬼 这不来给你当主持人吗 我知道有你在肯定不会冷场 必须的 叶先生 负责弹奏的乐手 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来不了 我就知道 我命中注定 不会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金姐 金姐 我想办法好吗 别这么任性 那个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会谈老姐 我会自己的 真的吗 对 就当做 送个二位来新婚礼 你知道我跟负责一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那就是我会弹钢琴 而她是个音乐白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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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真不错啊 真爱啊 为什么真好 真好 真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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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负责也是献血献赖的 叔叔 你会抬小星星吗 看谁叔叔呢 对不起 对不起 那首歌负责是 这首歌负责是吗 快坐不见 这首歌不是一首深情的歌吧 还跟他傻笑什么呢 他笑的不是在当年曲 而是弹钢琴那个人 什么 这首歌负责就是好朋友那么简单 明明是忘不了的前任 很难受的 这是我漫中期待的传手中发幻觉 不知道现场的哪位小姐姐能够得到新人的祝福呢 刚才那首歌是为你准备的 喜欢吗 谢谢 来来来 人身的往前转 真的要热了 你们的机会 来 一 二 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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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接到了 恭喜 恭喜 妈妈把幸福传给她们儿 谢谢 торов Selena signals 我们也就来办喜事了 谢谢 在一起 再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再一起 来 再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你这住家呀 是吗 现在是学校没错啊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不行 我姐的第一支舞必须是我的 按辈分来讲 我现在算你表叔 懂不懂礼貌 你要是被你粉丝知道了 那你就完了 我的粉丝都特别善解人意 有你操心 你们两个别吵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就下的第一支舞 要给就这条 就就就就 爸 就这条 你这个辈分的人 就不要跟我们宝贝就下来 你还知道长辈得让小伴 那你还跟我抢个干吗 我业语系的字架 你就没有礼让二次是不是下心 还得跟舅舅挑 因为舅舅是长辈 最大那辈了 不可能 只能跟我挑 爸 舅舅 舅舅进去 就跟我挑 我是冰箱 我是长辈 童调 还得跟舅舅挑 因为舅舅是长辈 最大那辈了 不可能 只能跟我挑 舅舅 真可怕 真可怕 我是冰箱 我是长辈 你拉我来这儿干吗 你拉我来这儿干吗 一年之前海边那个夜晚 我就想邀请你跳舞 所以今天晚上你的舞 你还给我 好 凌 我有话要你说 我也有 我爱你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现在终于 可以彻底分清你和负责一的区别 那你为什么还拒绝我 正因为我跟你们都相处过 我可以分清你们 但我却更分不清自己的心 我不知道明天 我在看到这张脸的时候 我会投稿而出谁的名字 只要你确定你爱的是我 教练或者是负责一一点都不重要 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 负责一是一个坏人 他自私地扼杀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甚至扼杀你 我觉得我必须恨他 跟他决练 但是你现在突然回来 告诉我你还活着 我才发现 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 而你 你有无数次的机会 可以和我说清真相 只想 你却选择瞒着我 只想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没有要责怪你们的意思 无论是零还是一 我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 我是个特别简单的人 到点下班 喜欢就买 我没有办法去猜你们的心思 以后不管你们谁是谁 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我先回去 我先回去 凌 他连你都不要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 你 你 有 你 你 有 你 我 我 不是故意要瞒着你 我没有要责怪你们的意思 无论是零还是一 我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怎么来我这里喝酒啊 叶鸣知道吗 你 你懂什么 这个根本不是酒 是不要 不 不要 来 尝尝 妈 我不喝酒 尝尝 保证你今天晚上醉不了 就一杯啊 你跟那个负责医怎么回事啊 虽然你今天一直在笑吧 但我明显看得出来你有心事 妈 喝酒吧 啥也别说 我和所谓的负责医认识了 铃说他爱我 铃和负责医是同一个人 负责医平时是这样的 铃平时是这样 去到医院的时候 翻开他那个病例发现 负责医不要把我得了一下子 好可怕 他平时这样耍我 结果他突然说他爱我 他是不是有病 我 我我觉得他病得越来越严重 可是又突然说他爱我 我的天哪 妈 你懂我的痛苦吗 妈 他竟然把我的宝贝女儿 耍得团团转 你要远离这个男人 我们家有钱 他是不是买了爱哲的股份 我现在就让银行经理给你赚钱 亲妈 是亲妈 古人是亲妈 妈 多一个礼吧 你给我准备钱 不不 我明天就去主身 没事啊 怎么样 头还疼吗 不疼 就有点晕 你昨晚跟小夏在这里喝了一晚上的酒 嘴里面还仰仰着什么零啊一啊的 昨晚的事我全都不记得了 明哥 我账户上怎么少了这么多零 你只把钱转给小夏而已啊 美金哎 怎么先去赶飞机 有什么事明月回来就说好吗 嗯 走 你也要走了 说不得我 说不得我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 要不 叶雨昕你想死 开玩笑的 我早就知道你喜欢负责衣了 虽然说之前吧 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喜欢你 不过呢才不会像你那么蠢呢 手都磨破了 就是不放手了 我怎么就不放手了 你好好想一想啊 嗯 走吧 注定没结果的事情 对啊 注定没结果的事情 我干嘛折磨我自己 老副总 嗯 金小姐 我正在这儿找你 好啊 行吧 副总好 哥 你怎么来了 上次啊 泽医闹那么一出 确实让贺是挺丢脸的 而且贺总非常生气 点名 让泽医登门道歉 我这儿老脸往哪儿搁 自己惹的祸 他自己解决 我才不管呢 明白